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据知情人士透露,苹果公司Applank AAPL正遭到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URTIE SandExchange Commission简称SEC的调查 此前该公司披露一项软体更新导致老款IPHONE运行速度变慢 此次调查就是针对于此事相关的钱在证券违规行为 在苹果应对来自消费者和议员们的批评之际 这两项调查加大了该公司面临的压力 苹果去年12月承认在电池逐渐老化的情况下 该公司放慢了老款IPHONE的运行速度 该公司之后就该问题道歉 并将一款IPHONE換电池的售价从79美元 大幅降至29美元 希望赢回消费者的信心 苹果没有回复记者的致评请求 彭博 Bloomberg此前对该消息进行了报道 监管部门和检方经常会展开一些调查 但此类调查不一定会针对调查对象提出指控 而涉及证券的调查通常耗时超过一年时间 目前还不清楚美国联邦官员委和姜牧 标对准一个影响消费者的问题涉及的钱 在证券违规行为 在此类案件中 SEC通常可能会试图查找一家上市公司 为及时披露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信息 而造成的违规问题 苹果的潜在责任很可能将取决于老款 手机运行速度放慢的影响是否重大 以及该公司是否推迟了对该信息的披露 或这该公司是否有适当的系统来发现 或应对这一情况 自苹果承认该问题已来起股价 以下跌约4 但大部分跌幅出现在过去一周 iPhoneX需求可能弱于预期的报道 也令该股承压 周二苹果股价跌0.6%至166.97美元 该公司定于周四发布季度财报 一些分析师已经表示 电池问题可能会对苹果业绩造成冲击 巴克来在本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苹果今年的IPHONE销量可能会减少1600末度 收入减少102.9亿美元这直接于消费者选择更换电池 而不是购买新IPHONE有关 苹果上周宣布将在春季发布一个软体更新添加的一项功能 可显示IPHONE电池健康状况并建议核实需要对电池进行维修 客户还可以看到其设备是否使用了节电功能 并将其关闭 在本月早些时候接受ABCNWS采访时 苹果首席执行长库客TIMCOOK 表示去年的更新是为了避免用户在通话或拍照 时手机自动关系 他表示苹果做出该调正是为了改善用户体验 而且苹果当时披露了该项功能 但人们可能为家注意 库客表示 BOTCO 或许苹果当时应该说得更清楚一些 我们对认为苹果另有动机的人身表现 一因为苹果看中的始终是用户 RICO自从承认降低老款IPHONE的性能以来 苹果已遭到法国、意大利和中国消费者及监管机构的质疑 法国巴黎检查机关本月初宣布 就苹果涉嫌欺骗和蓄意降低产品性能展开调查 该调查的结果可能是对苹果提出初步指控 也可能是调查无果而终 本月早些时候 单元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 SENATECOMMERCECOMMTTE 主席的南达科、哈州共和党参议员 JOHNTHUNE致信库客要求苹果提供更多信息 说明该公司如何追踪顾客对其产品运行性能的投诉 及是否考虑对那些以较高价格更换电池的顾客退款 苹果对法国的上述调查和THUNE的信件不予置评 电池寿命和运行速度是智能手机的两项重要性能 iPhone自动关机的问题 去年曾遭到中国消费者保护组织的投诉 为防止iPhone 6、iPhone 6S和iPhone SE自动关机 苹果称该公司对其操作系统iOS进行了更新 以放慢某些计算能力 要求超出设备最高性能的功能的运行速度 该公司去年秋将这一做法扩大到了iPhone 7 上述对苹果的调查史的过去一年来 特朗普、TRUMP政府与科技公司之间的冲突又增加了一项 这些冲突中包括特朗普政府 除了奥巴马OBAMA时代西股所拥护的一些互联网监管规定 科技公司最近在美国国会还惹上了政治麻烦 尤其在涉及俄罗斯涉嫌在网上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问题上 此外还包括对用户隐私的担忧以及对在线性人口贩运的责